2023最新美剧《截击七小时》 是由苹果和路德原创人马合作的悬疑惊悚剧作 上线两天评分高达9.7分 路德是一位高级谈判专家 面对蓄谋已久的劫匪 他能否在截击七小时里将飞机安全着陆 跟着我的讲解开始吧 一架K-29航空飞机正准备5点从迪拜飞往红敦 就在这时 一个女安检人员神情慌张地 将几个包裹里的枪械给放行了 因为劫匪已经绑架了她的女儿 当她办完这些事后 迅速赶回家里 风扇还是在转 咖啡还是热的 说明女儿和老公刚被抓走 而她也知道自己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 不然自己的亲人就会再也回不来了 这场预谋已久的劫匪行动正式开始了 就在路德最后一个上飞机后 飞机正式起飞了 当迪拜塔从窗外划过的时候 他们的命运也将和K-29飞机一起经历着死亡7小时 一个女学生在洗手间捡到一枚子弹 她非常惊讶地和自己的同学说着这个发现 而背头大叔觉察了这边 毫无经验的小学生信任了她 并将子弹交给她去向机组人员询问 哪里知道大背头根本没有去找攻击 而是找了头等舱里的一个男人 就在他们交谈之时 路德发现了异常大背头提议行动提前 但是老大让他拿着绿帽子戴在头上 好让飞机上的同伙知道 然后等他指示 大背头果然一阵呼吁 让三个小学生相信 这只是安保人员的疏忽被掉落的 并最后强调一句 不要和任何人说 就是这句话引起了耳机妹的怀疑 他提出为什么飞机会允许佩戴枪械 就在疑问之际 被大背头立马打断 并不再回答他的问题 而此时前排的一个男人 注意到他们的谈话 看向耳机妹 慌张已经在耳机妹的脸上显露无疑 因为只有他知道 迪拜的安检机 是不允许携带武器上飞机的 最终耳机妹还是暗亮了服务灯 当男空解过来的时候 一头雾水 不知道小学生在说什么 而大背头在后面 将这边全部看在眼里 路德这边察觉到异常 正在经济舱查找线索之际 劫匪终于行动了 将两个经济舱飞到 全都控制中 他们开始训练一种的计划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截击 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分析 首先将所有的手机没收 好断掉所有人与外界的联系 而路德说自己的手机不在身边 而躲过了上交 然后下一步必须要控制驾驶舱 机长非常清楚 任何情况都不能打开舱了 但是老大携设空姐 通过语音电话 老大竟然了解了 昨天夜里 机长和这个空姐的恋情 说明他们对这次行动 做好了完备的方案 经过思想争斗后 机长还是准备打开这扇拟 而女副机长的拦阻 已经毫无意义 被机长直接打爆 然后开了舱门 这里很多人都说 这个机长就是个傻叉 其实机长背后 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些都将成为别人的把柄 在机长的配合下 骗过了控制台的人员 地面控制台也解除了解报 就当这些劫匪 以为他们的行动天衣无缝之时 路德发出了一条关键的信息 的前期 而他真正的身份有个揭露 他是军用级别的谈判专家 他知道 现在的鲁莽行动 都可能造成重大伤亡 他阻止了两个男人的鲁莽行动 并利用上脚手机的借口 走到自己的头头舱 为的就是能接触到老大 毕竟谈判的目标选错了人 毫无意义 路德将会用自己精湛的观察力 和思辨能力 与这些劫匪 开始接下来六个小时的谈判行动 此时飞机已经过了一小时了 说明第一集也结束了 相信我一个小时一集 一共七集来描述路德 用精湛的谈判技术 成功化解解机危机的应用故事 跟着我的讲解 带你了解更多的细节 一架从迪拜飞往伦敦的K29客机 被五名劫匪劫持 而飞机上正好有一名军用谈判专家路德 他想要安全着陆 计划着没有任何伤亡的回家 而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路德能成功吗 他首先给到劫匪的老大一个纸条 上面写的机长是危险的 而老大通过询问得知 只要按照飞机的无人驾驶系统 就不需要任何操作 机长只需要起飞和降落的操作 为了解除机长通过无线电传达信息给地面 老大还是随从了路德的建议 将机长调到头等舱的座位 这个举动也正中路德的计划 因为在头等舱里有一个游戏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在群里发消息 路德通过这个游戏系统 和机长成功对话上经过询问得知 飞机在经过伊拉克领土的时候 必须要通过地面身份确认 而此时 飞机正在经过伊拉克上空 果然驾驶舱传来伊拉克的地面确认信息 一时解匪慌了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路德立马站起来说 我们必须要回应这个信息 不然伊拉克的军用飞机 就会过来核对了 机长也蒙比了 我告诉你的信息 你怎么还让告诉了解匪 本来想着 能通过伊拉克的军用飞机来解救自己 现在彻底被路德给泡汤了 里面的人员也在抱怨着路德 失去了一次被解救的机会 就在大家争吵之际 劫匪要求机长尽快回应 机长即使再不愿意 也抵不过路德拿出自己的情人来威胁 机长只好就范 伊拉克的地面询问非常详细 包括机长的生日 飞机的航班号 机架号和目的地确认 一系列非常娴熟的确认后 机长在离开座位之际 动了一个小手脚 成功将航班的飞行线路 拨动了3.14度 而这个小动作 原来才是路德和机长真正的目的 原来刚才他们演的是双簧 目的就是要偏离3.14度航线 好让地面的控制台能发现问题 为什么路德不让伊拉克军用机介入呢 就是为了避免伤亡 那么这个小动作地面能不能察觉呢 画面来到地面 我们看看路德上次发出去的短信 起到什么作用了 他前妻的男友 通过自己的前妻 去调查这个K-29航班 而这个前妻正是英国CS里的管理人员 这个CS是不是很熟悉 就是半条命游戏里的CS原型 而英国航空控制台 就发信息给迪拜控制台确认K-29航班 而迪拜主管的回复是 虚惊一场没有问题 没有人对这个回答有任何疑问 但是一个在控制中心待了35年的贝拉 敏锐地发现了问题 虚惊一场为什么会有虚惊 经过专业的分析 他觉察到一丝不安 没有多考虑 他们查看了飞机的线路 正在伊拉克的上空 他们立马联系到伊拉克的控制台 虽然得到了确认航班没有问题 但是一个偶然的话 引起了贝拉的注意 机长有将近5分钟的延迟回应 贝拉知道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如果一架飞机有三处不同寻常的巧合 那就是有问题了 果然第三处巧合被贝拉发现了 通过对K-29航班的线路确认 发现了此航班偏离3.14度 这个就不是巧合了 贝拉心中已经有了模糊的答案 就在这边察觉异常之时 迪拜那边也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 控制台的小哥对K-29早上的误报警情 还是非常的疑惑 他下班通过查看监控 发现自己的好友丽娜 在安检之后就立马离开了 这个非常的反常 而丽娜的电话此时也关机了 为了能询问清楚 他决定亲自过去看一下 而他不知道的是 危险也正在逼近他 到了丽娜的家 发现门是敞开的 而里面有两个非常专业的清洁工 这个小哥此时还没注意到 普通的家庭怎么会出现这样专业的清洁工呢 为了不打草惊蛇 清洁工说丽娜在楼上卫生间里 小哥没有迟疑上楼了 而此时 清洁工已经关上门 悄悄地跟着上楼了 当小哥在卫生间 看到丽娜和老公的尸体的时候 彻底吓傻了 正准备逃跑的时候 清洁工已经挡住了路 最终 小哥没有叫喊一声 就躺在了丽娜的旁边 可见这个清洁工的专业程度 画面回到天上 黑29航班上 到底是不是只有五名劫匪 为什么这几个劫匪总是那么傻傻的 第一 子弹竟然能掉落到卫生间 第二被两名乘客给袭击 第三 这个老大竟然对飞机一点尝试都没有 不知道飞机有自动驾驶功能 看似都很傻的劫匪 到底是不是真的傻呢 截机七小时第三集终于更新了 上一集 小黑被两个乘客给袭击了 就在袭击的瞬间 一颗子弹被发射了出去 而这时 一个以色列老兵发现了异常 因为通过他的判断 这个M9 就是一把空包弹 对此几个人产生了争执 因为刚才那一枪 确实没有看到有人受伤 也没有看到飞机受损 但是不管这些人如何猜测 路德都坚信 劫持这么一架大飞机 怎么可能会携带一把玩具呢 而且这些人都是有非常完备的计划的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低级问题 就在他们争执的时候 西装男假装自己想要呕吐 想要借此 将这个信息传达到经济舱里 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样 眼镜姐通过地面寻找 确实没有发现任何子弹 就在此时 飞机已经来到土耳其领空 机舱里正传来土耳其地面控制台的呼叫 老大再次叫机长去应对 原来地面控制台发现了航班的偏离 要求他们立刻回到自己的航线上 就在此时 老大也没有一点疑惑 机长立刻回答 可能是风吹动了航班 现在纠正过来 但是此刻的机长 再一次做了一个小动作 他将航线再次向左偏离3.14度 路德想要确认刚才机舱里发生的事 就想通过游戏的屏幕 再次联系机长 但是这次被老大给发现了 老大又不傻 他一看就知道 机长再发信息给别人 一下将机长的头给打爆 然而路德立马起身阻止 并对着老大说 你傻呀 你把机长打到哪里 我们全部的人都要死 任何一个傻子 绝对听不惯别人叫自己傻子 老大同样 一根神经被挑动 他头脑发昏 浑身抖动 立刻向路德打去 路德毕竟是专业的 拿住了老大的手臂 后面的女劫匪 立刻上前支援 路德知道现在的形势 没有办法他放下手 坐回去 然后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这个老大 开始让路德面带微笑 然后告诉他我要打你的头 但是老大并没有砸下去 而是比划了一下 可笑的一幕 为什么会发生 一点也不奇怪 我来给你解释自卑的心理 任何一个自卑的人 当他有一天掌握权力的时候 他会通过恐吓 故意制作一些羞辱的事 来证明自己的权威 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傻 而恰恰这样的心态 让我们更加看清 这个老大就是一个傻劫匪 他这个时候 并不去追问那个信息发给谁 也没有问这个信息 发过去之后引起什么后果 而是直接命令女劫匪 给关掉屏幕 就当我们都以为 这群傻子劫匪 肯定要完蛋的时候 老大将飞机的网络打开了 拨打了一个电话给外面 原来他们的行动 根本不是主要的 真正主要的任务 是在地面 我们回到地面 看看聪明的贝拉 她通过自己明锐的觉察力 打电话给那个CS的女主管 并告知自己的三个发现 第一 异常反应 机长一会说 飞机被劫持 然后又说是误判 第二 伊拉克上空延误 五分钟才回应 第三 航班偏离3.14度 她坚持相信 三个巧合全部都碰到 那么就不是巧合 而是真的出事了 终于得到了和CS高层视频的机会 通过贝拉有理有据的分析 和任职期间以往的案例 再加上此刻的飞机 正在土耳其上空 再次向反方向偏离3.14度 如此多的证据 终于让CS相信了 贝拉太厉害了 要给她点一个赞 通过CS对K-29航班 全部人员的资料调查 终于查到了可疑的五名劫匪 画面 我们再回到天上 一个阿拉伯乘客此时发病了 身边她的私人医生想要取药 但是被小飞给阻止了 就因为这件事导致了一场暴动 从一开始 我就非常坚信一位老兵对枪械的判断 她绝对不可能听错的 所以为了验证 南空姐向路德提起那三个学生看到过子弹 为此他们通过发水给乘客的机会 向三名学生确认 获得一个重要的情报 就是那个子弹确实是没有投的 也就是 确实是空包弹 路德终于要行动了 而她不知道的是 正如她所理智分析的那样 结识这么大一架飞机 怎么可能不做个完备的策略呢 自己的药箱的时候 小黑再次制止 并互相打了起来 老大看到情况已经无法控制 就从那个真皮包里拿出一盒真子弹 而路德却根本不知道 危险已经靠近自己了 他想趁乱将劫匪给击倒 就在他和大背头互打的时候 老大已经成功装好子弹 走了过来 然后开了一发 枪声穿梭在天空之间 这些航班里的人 又将何去何从呢 快看就在路德得知劫匪的M9是空包弹的时候 立刻上前和大背头互打起来 来回几个回合之后 大背头拿着M9对着路德 让他跪下 就在路德准备要跪下的时候 老大拿着真子弹过来打个异法 然后他将男空姐对着所有人广播 让他们立刻全部回到座位上 不然就会再杀一个 豪华舱里的人 互相议论着 觉得路德没有死 有的说可能死 而要我说不可能有疑问的 肯定不会是他死的 主角要是挂了 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谁来演戏呢 果然路德被绑在洗手间 小白脸刚才在混战中被刀刺伤 血流不止 路德对着他说 你需要一个医生 不然你就会在15分钟的流血后挂了 小白脸吓坏 他叫来空姐赶忙帮助自己止血 而空姐这边也没有更专业的医疗资源 简单包扎之后 血并没有停止 这个时候路德说 小时候妈妈告诉我一个止血的方法 小白脸只能让空姐解开路德的锁条 其实路德根本不会止血 只是想通过这个办法能使得自己摆脱束缚 而与此同时 英国CS所部 已经开始部署解救人质的任务 此时的飞机正在罗马尼亚的上空 没错按照这样飞两个多小时 其实就应该到英国 但是老大这边一旦看到飞机进入欧洲境地 就立马将对讲机给砸碎了 他知道真正的战争开始了 果然没有多久 罗马尼亚已经派出两架军用机上空 老大看到后立马把窗户全部关掉 而空姐却在此时想要通过窗户传达这边 被劫持的信息 岂不知路德早就已经把信息给传达出去 小黑立刻上前将空姐给控制住 这这边的袭击也被战机里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行动 我们再看路德是如何拿到控制权的 看到小白脸快要死了 路德露出真挚的表情 并告诉他你不应该死在飞机上 你本来不应该参加这件事 你是被逼的是不是 我靠 路德通过这些蠢劫匪的行动早就看出 这些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劫匪 而是一帮被要挟的人 真正的劫匪还混在飞机里的人群中呢 相信我 我没有看过这部剧 但是我相信苹果TV不可能安排这几个傻劫匪 来劫持这么一架大飞机的 所以里面肯定有引擎 路德继续说 如果你现在就死了 你肯定有很多话想要和你妈妈说吧 一句妈妈 让儿子的心纠结了 他一下就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路德继续说 给你母亲打个电话吧 有什么想要说的就说出去 就这样路德帮助小白脸打通了电话 他诉说着对母亲的撕裂 并告诉他自己没事的 说完话 小白脸的内心也就平静了 他对着路德说 我要死在这里吧 路德劝他 不要这样想 你相信我 你要告诉自己 你可以回到爱的人身边的 因为通过手上的婚戒 路德已经知道他的家里 有个美丽的妻子在等着自己 小白脸在路德的精神加持之下 重新振作起来 而大背头看着兄弟要挂 激动地问飞机上的人有没有止痛药 路德看着小白脸倒下 他是真的紧张了 也只有路德一人看出这些劫匪不是真正的劫匪 所以他在竭力地拯救 飞机里一个医生终于站了出来 他帮助小白脸捡回一条生命 与此同事机长开始对老大说 我们需要和罗马尼亚战机沟通 忽然我们的航线正好经过他们的国家首都 这一架被劫持的飞机 可能就是像美国911那样 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个炸弹 他们绝对不会允许这架飞机进入首都上空的 老大也慌了 看来只能让机长去和战机里的人反馈 自己的航线不是他们的首都 而是伦敦 但是机长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无线电已经被老大给破坏了 所以这个老大确实不够聪明 果然罗马尼亚这边已经准备对着飞机开炮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英国CS这边调查出 这五名劫匪全部都是英国人 那么此次的事件就不受罗马尼亚的控制 幸好这边及时发现 罗马尼亚那边撤回了军用机 飞机上的人哪里知道自己刚才已经躲过了一次死亡袭击 英国航站台的贝拉也及时和罗马尼亚的地面控制台联系 确认这架飞机是英国的飞机 只是航线有所偏离 这边的危机暂时是解决的 那么这架飞机能不能安全着陆呢 背后真正的劫匪到底是什么目的 飞机上的隐藏的劫匪什么时候会显明身份呢 劫机七小时地面的劫匪和飞机上的劫匪形成非常大的反差 这个被无数人吐槽的劫匪的反转终于来了 地面的劫匪非常的专业和残忍 他们对丽娜一家的面门 毫不留情 还对过来查看的小帅哥也直接抱头了 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对面的一个妇人看到了这两个可疑的清洁工 形成对比的是飞机上的劫匪 他们对两个反抗的男人只是绑起来 而地面的劫匪已经掌握路德的信息 找到他的家里 他们会对路德的家人如同对丽娜那样面目吗 我们继续看第五集 英国的内政大臣收到一个信封 他非常紧张 立马去车来到CS所部 并把这封信的内容向众人宣读 原来真的是劫匪送来的 为了能要挟英国释放监狱的两个犯人 他们劫持了这架K-29飞机 而且要在飞机降落之前释放 不然飞机上的216人将全部灰飞湮灭 CS的全部人员里面都紧张起来 他们知道了劫匪的真正目的 同时也就有了解救的方向 再回到飞机上 老大确认小白脸基本能存活下面 让路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豪华舱的人看到路德还活着都惊讶了 路德在纸上画着一个国旗 旁边的小姐姐认出来了是匈牙利国旗 已经来到第五个小时了 飞机已经经过匈牙利的领空 路德思考片刻之后 对众人说 我们也许可以解除这次危机 没有人明白路德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路德立马起身再次找到老大 告诉他 小白脸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 他的费林马的基业 现在这只圆珠笔只能坚持他一个小时的生命 老大有点怀疑路德的专业性 问这个是谁告诉他 路德非常坚定地说 是医生告诉他 并要求他们立马降落飞机给他治疗 不然他们将永远失去小白脸 老大很显然没有那么傻 他警告路德如果医生那边说的答案不是这样 那么你们全部都要去死 就在老大转身去找医生之际 路德立马找到空姐的内部对角机 很显然他知道医生的答案和自己的肯定不一样 所以想要在老大找到医生之前 将信息传达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女劫匪发现了路德 让他立马回到座位上 路德最后让空姐传达给医生不到一个小时这个讯息 然后自己就回座位了 空姐在最后时刻传达了过去 当老大询问的时候 医生明白自己只需要说 不到一个小时 果然老大相信 他立马来到女劫匪面前 商量要解救自己的弟弟 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紧张了 原来是他的亲弟弟 而女劫匪很显然不是很愿意冒险 老大还是将机长叫了过去 询问实行拯救弟弟的方案 路德趁机找到被捆绑的副机长 询问他会不会匈牙利语 副机长说自己只会一点点 路德的计划就是 利用劫匪不懂匈牙利语的机会 想要传达解救的求助 果然信息传达过去 地面控制台立马将信息传达给上面的部门 但是要等上面的指示 这个肯定没有那么快的 所以整个控制台里面就乱了 副机长用匈牙利语对地面控制台的小姐姐说 我们200多人的生命都在你们的手中了 我们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飞机已经在女飞行员的手中了 缓慢地下降 他们将在布达佩斯的机场降落 而解救这么一架波音707大飞机 哪有那么简单 就在此时英国控制台这边 已经接收到匈牙利的信息 贝拉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达给CS所部 匈牙利TAC立马集结 军方已经控制机场 他们已经在达佩斯机场待命 飞机已经来到地面3000米 已经请求降落 这时大飞头过来找到老大 他认为这样降落是自杀行动 但是老大就自己亲弟弟的心无人能拦阻 大飞头看着无法说动 就找到医生 让他去告诉老大 他弟弟没事的 路德已经意识到这边的危险因素 立马赶了过来 终于我在第一集到第四集就一直在说 这几个劫匪根本不专业 所以他们根本不是真的劫匪 都是被胁迫的 大飞头终于说出了事情 这架飞机必须要飞到英国伦敦 不然我们的家人都要死 包括路德的家人 当然也是被后面的组织安排 就在紧急关头 小白脸对路德说 不要降落 因为他知道 如果降落 自己的妈妈就死了 真的没有办法 谁又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自己的父亲已经被杀了 难道自己的妈妈也要因为自己而死亡吗 每一个凶手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在最后时刻 小白脸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拔掉了透气 死了 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母亲的生命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母亲并没有因为 两个儿子的这样的行动而活下来 当CF派出人员找到母亲的时候 母亲得知自己的儿子成了劫匪 他走到了高速公路上 同样选择了自杀 这个悲剧的人生呢 为什么如此的悲哀呢 路德拿起对讲机 对驾驶时通知不要降落 一切都过去 他们必须要准时在伦敦降落 与此同时 迪拜这边利奈的尸体终于被发现 CS这才意识到所有的劫匪和协助的 全部都是被挟制的 而路德的儿子这个时候回到自己的房子 打开电视 他不知道的是 两个绑匪已经靠近他 他能否逃出呢 路德的下一个计划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心全部都纠结了起来 这个时候有谁和我一样 都想着这些劫匪也不要被杀了 给你说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D 在英国诺曼底监狱 两名被要求释放的犯人 正在走出监狱 因为英国内政部不得不通过 释放两名犯人来维持劫匪的目的 但是这个老大很显然不是好惹的 他知道英国政府不会轻易放走自己的 所以他停在一座桥上 故意等CS车跟上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下来 拿出一部手机 交给丹尼尔 通过电话里的信息 我们知道 他们如果再跟踪下去 就会有人致死亡 这个时候的天上 情况也不好过 因为老大接受到一条信息 没错他们要在这200多个乘客里挑选一名 然后杀鸡给侯凯 就是警告给地下的英国内政部知道 他们的决心 就在老大准备将空姐给勒死的时候 路德走了过来 老大很显然已经无计可施了 就将自己的任务给路德说了 他们不得不杀一个人 然后拍个照片给地下的人 路德立马明白其中的意义 就在空姐快要被窒息的时候 路德提醒老大 你没有必要杀掉空姐 而且我们并不需要杀人 我们飞机上已经有人死了 他们只需要一张照片 我们将那个死人的照片 拍给地下的人看就可以了 老大这才想起来 确实飞机已经死了一名乘客 就这样空姐躲过了一次死亡 路德按照要求 将死亡的照片拍给地面 CS收到了信息 看到一名女乘客尸体在厕所 这下全部CS人员都猛逼了 看来无法再跟踪两名犯人 路德通过这次的发照片事件 已经得知地面的真正劫匪 是想要通过飞机上的生命 来威胁英国内政党 那么有第一次 肯定就有第二次 所以他们必须要早点行动 趁着现在劫匪少一元的情况 路德借助隔壁男人的剪刀 剪掉自己的绑带 他通过牛奶盒传达了一些信息 然后通过一个女乘客 上洗手间的时候 传给男空姐 男空姐看到上面的字写 准备好干一场大路 与此同时地面的CS总部 正在商量着拖延犯人的行动 好给飞机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 成功降落 所以他们在路上制造交通意外 而犯人并不傻 立马打电话给丹尼尔 此时的丹尼尔也知道 这样的拖延时间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正在策划的是内政部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成功换了一辆车 走到田野里的一条小路 虽然英国有无人机跟踪 但是众人都很慌 如果跟丢了 那就有大麻烦了 飞机上的牛奶盒 已经传到了经济舱 所有的人都开始准备好 自己所能有的武器 就在这个时候 传牛奶盒的行动 被小黑看到 与劫匪立马拿着牛奶盒给老大 老大立刻想到路德边上的人有一只本 就立马让他起来 因为他们已经接受到新尸体的任务 而CS总部也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说不要再跟踪了 有人说不能放走这个极度危险的犯人 与此同时 这个K-29被绑架的时候 已经被人有意地泄露给媒体 很快电视已经满是K-29飞机被劫持的新闻 但是就在CS准备重新捉拿犯人的时候 忽然发现一切都是骗局 汽车里面的两个人都不是犯人 而在丛林里 两人找到已经准备好的汽车 而与此同时 飞机上真正的危险开始 路德看着老大准备要杀隔壁座位的男人 就主动起身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老大还是心软了 没有杀路德 他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现在的情况 就拿着枪在经济舱里乱指 问是谁弄出响声的 一个女人说是自己弄出响声的 就在准备找到这个女人的时候 路德行动 一下扑倒老大 机长这个时候想要趁乱进入驾驶舱 但是还是有点害怕 就在路德和老大搏斗的时候 飞机里的人也趁机控制了另外的机 看似一切都被掌控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就在整个飞机就要乱坐一谈的时候 一个女人的手机接收到一个信息 她立马起身来到卫生间 然后拿出早就准备好的MG 深呼吸 再深呼吸 她要行动了 走到前面 对着机长就给抱头了 然后非常冷静地走入驾驶舱 关闭舱门 原来地下的劫匪还有后手 他们早就绑架了这名驾驶员的家人 成为地面劫匪的第二方案 这下路德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处 整个故事我就知道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路德的儿子隐藏在一个卫生间柜子里 躲过了杀手的搜查 而杀手正在通过电脑 想要在里面找到更多的信息 路德的儿子找到一个电话 他偷偷地到插电话卡槽的地方 打出一个999 因为他不敢发出声响 幸好接线员非常聪明 让他按两下午 然后会调出这则电话的所有信息 让他找个安全的地点 等他们来 结局七小时终于迎来大结局了 上级故事一个女人接到一个电话后 就将机长给抱头了 然后自己走进了驾驶室 他第一个任务就是将飞机提升到1000米 路德这下彻底猛逼了 没错 老大此时也是猛的状态 在经济舱全部乱作一团了 小黑已经被彻底制服 大背头也已经被套上塑料袋 眼看着众人就要赶到老大这边了 路德要求老大将枪交给自己 老大心里非常清楚 大势已去 只能把枪交给路德 路德和情绪激动的男人对峙 因为他不能让飞机上再死人 他的初心意志都是保护所有的 情绪失控的男人扣动扳机 才知道自己手里的失忆老人 路德一下就掌控了整个局面 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小时了 现在英国CS对地面控制台下达命令 他们要求飞机一旦进入英国领空 就在K-29飞机周围40公里建立近飞区 也就是说CS也非常担心 美国911事件的发生 所以最坏的打算就是在这架飞机 还没有撞击任何大楼的时候将它击下来 两架皇家战斗机已经靠近飞机 惊艳老道的贝拉对台长说 K-29飞机因为绕道燃料已经不够了 他会继续跟进这架飞机的 贝拉的呼叫声已经传达到飞机上了 而飞机上的真正的危险开始出现了 这些劫匪都是单线任务 路德只能把这些人先绑了 自己呼叫飞行员打开舱门 很显然这些都没有任何效果 因为飞行员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庭 现在空姐需要知道乘客的电话在哪里 但是老大对众人说 电话不能给 因为一旦联系了地面 那么地面的CS就知道开飞机的是劫匪的人 那么他们就会将飞机给炸火 老大这个时候忽然脑子非常好使 确实英国这边的CS总部 正在时刻关注着飞机的走向 一旦有迹象显示飞机是要撞击建筑物的话 他们绝对会毫不留情打下来 这下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电话确实不能接 路德这个时候想到了打电话 给地面控制台的私人电话 然后再联系到贝拉 贝拉问了几个问题 都是非常专业的 机长在不在 需要和机长通话 路德只能撒谎机长受伤 但是正在驾驶飞机 所以不能接电话 这个理由对于一个30年工作经验的贝拉 一听就知道路德在撒谎 她需要知道飞机的真实情况 并再次问 是不是副机长在驾驶 因为战斗机早就已经知道 是一个女的在驾驶飞机了 而且早就已经通过面部识别 知道这个飞行员的全部信息了 她曾在海军陆战队开过战斗机 也就是说路德任何撒谎都是没有意义的 挣扎之后 路德还是将真实情况告知了贝拉 与此同时内政大臣已经和CS总管商量 将飞机打下来 因为已经快到伦敦了 但是总管并不同意 而这边皇家战斗机已经开始对K-29喊话 必须要回应 不然就会对他们做出致命攻击 K-29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这个时候两架战斗机已经绕到K-29的后方 锁定目标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 英国首相打来电话 内政大臣还是慌了 总管立马上前接到电话 回应了首相 建议首相给地面做疏散 我们不能将这架飞机上的200多人给打下来 这个也给了飞机上的人一点时间 飞机上的人都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战斗机接到命令继续观察 路德也接到贝拉的信息 现在需要路德配合打开驾驶舱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终于要行动 这个男人就是将枪械带到飞机上的 他立马来到前面 找到路德 并仅告诉路德我们不能和飞行员说话 是别人挟持他的家人要求他这么做的 路德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才说出自己的家人也被挟持了 而且承认自己就是把武器带到飞机上的人 路德意识到这个男人可能有限所能破局 询问才知道这个男人是一个股票交易员 这些人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钱 按照计划飞机一旦进入到英国就应该结束 但是他也不知道地面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地面的劫匪却发生了内斗 他们将出狱的老大给抱头 这样就没有人会给飞行员发短信 而这个时候飞行员的手机在西装男的手中开机了 里面是他和女儿的合照 路德立马挂掉了贝拉的电话 然后对驾驶舱喊话 想要用他女儿来重新让飞行员选择一次 飞机上的人都已经坐不住了 因为飞机已经在伦敦上空盘旋好几圈了 而且高度越来越低 人们开始想要用蛮力打开舱门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道舱门就是枪械都无法穿透 就在这时飞行员终于打电话过来 说了他这次的行动情况 他不得不做 不然他的女儿和老公都要死 如果收到短信就安全着陆 如果没有收到短信就坠毁在伦敦市区 路德这个时候对他说 我们这些被胁迫的人 无论怎么选择 最终我们的家人都是要被这些人杀掉的 现在你就是可以让飞机安全降落的人 可以拯救所有的人 就在这时飞机已经快要落定 飞行员最终还是选择拉起飞机 并对路德说 只有你可以进来 他选择信任路德能救所有的人 路德立马联系贝拉 贝拉首先确认燃油还有多少 然后他们必须要在最近的一个机场降落 为了使飞行员能安心 内政大臣保证只要飞机安全着陆 不会指控飞行员 飞行员这才同意降落 通过他们的协作配合 飞机降落在一处军用机场 由于飞机没有电源 用的是被认电源 所以飞机将要硬着陆 地面的救援队和CS早就已经等在这边了 就当他们都下飞机的时候 路德忽然又想起给儿子买的礼物 想要回去拿礼物的时候 舱门被关闭了 原来老大还在里面 刚才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这个人 他已经拿到两把枪 想要给路德来一个终结 就在逃跑的时候 老大打出了好几块 最终在CS上飞机后 将劫匪给控制住 一个镜头给到路德 他脸上痛苦的表情 我们知道他重大了 故事也就结束了 给你说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D 路德儿子这边的情况 也进行到危险的时刻 经过他儿子的报警 很快999人员就过来 警员已经确定里面是有危险的 CS派出小队 利用火灾报警 疏散人员的机会 将两名劫匪给抓着 警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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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员的机会